祝贺孙迎莎跟王楚清拿到了混双比赛的冠军 熬战了五局之后 最终击败了林斯洞以及宽孟 打出了国平最强大的实力学评 巴黎奥运会的混双名单也将被锁定下来 刘国良其实早有明确的表态 肖战教练也幸福扣服 我们提到混双的项目可以讨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首先祝贺孙迎莎跟王楚清在本届的混双项目当中 打得如此的优秀 大比分方面是打出了3比2 最终双方打满了五局比赛 可以说打到了最后的时刻 分出了胜负 而孙迎莎以及如今的王楚清 经过了多次跟林斯洞宽孟的交战 如今也总结出了经验 首先在一上来的时候 孙迎莎以及宽孟 也是打得相当的激烈 那么王楚清跟林斯洞 双方也是进行了很激烈的争夺 可以说这两组混双的组合 大家的总体实力水平都是相当不错的 没想到林斯洞跟宽孟 在打到了10比7 也就是拿到赛点的时候 最终居然还能够被逆转 也就是在心态方面的比不过孙迎莎跟王楚清 莎莎跟大头两人的默契配合能力实在太强大了 对比起林斯洞跟宽孟 我们要把掌声把点赞送给孙迎莎跟王楚清 因为从第一局比赛孙迎莎跟王楚清 凭借着五个球的大逆转就看了出来 莎头组合的心态完全在林斯洞宽孟之上 随着第一局比赛打了下来 可以说第二局的孙迎莎跟王楚清继续再接再厉 同样的双方的比分也仅仅打到了两分的分差 莎莎跟大头拿到了14比12的胜利 连续赢下了两堂比赛之后 原本大家以为孙迎莎跟王楚清在心态上 实力上会赢得更加的顺畅 直接压制住了林斯洞跟怀曼 但没想到 第三跟第四局居然被林斯洞怀曼抓住的机会 连续赢回了11比3 还有打出了11比5的很大的分差 值得开心的是 孙迎莎跟王楚清如今在大赛当中 已经吸取了过去的经验 到了第五局 没有奔跑 也没有给林斯洞怀曼任何的机会 赢下了5分的胜利 打出了11比6的分差 由此可见 如今的林斯洞跟怀曼 在接下来的大赛当中 综合的能力方面还是比不过王楚清跟孙迎莎 第二个方面 如今的马林刘国良跟肖将做出了重新的安排 巴黎奥运会的混双比赛资格也要被定下来了 当大家了解到国平的阵容 你会发现 无论是孙迎莎还是王楚清 两人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都非常优秀 孙迎莎在女子的当打项目当中世界第一 过去也被评为了国际赛场当中的年度球员的称号 于是同时 王楚清入选了2023年年度10家运动员的踊跃称号 直到如今孙迎莎跟王楚清 在过去学养说连续两次输给林士东跟凯曼 当时在多哈的球星挑战大赛 再次验证了 孙迎莎跟王楚清 心态上经验上以及整体实力上 都是超越了林士东跟凯曼的 林士东跟凯曼总的来说还是太年轻 经验不够丰富 如果要出场国际大赛 特别是增赏巴黎奥运会 留国人更嚣张还是会派出孙迎莎跟王楚清 毕竟莎莎跟大头如今的世界排名第一名 也就是在混双的排位当中 霸占着防守的位置 于是同时 萧尔赏教练也在赛场当中接受采访 明确提到了 谁有实力谁就上 谁能够赢下比赛的冠军 谁的国际积分更高 谁就能够去争战国际大赛 由此可见 既然多哈的球星挑战大赛 孙迎莎跟王楚清再次证明了自己 拿到了混双比赛的金牌 于是同时 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 有足够的信心 十分的认可 孙迎莎跟王楚清去增仗 巴黎奥运会的混双比赛项目 毕竟莎莎跟大头两人的配合能力 实在太优秀了 在赛场当中 也是压制住了凯曼跟林斯洞 我们也相信孙迎莎王楚清 能够继续赢下比赛的胜利 同时经过5G的比赛 也验证了 杀头组合 堪生世界第一的组合 让我们一起为国平队伍点赞 大家认为巴黎奥运会的混双项目 刘国良派出林斯洞款吗 还是派出孙迎莎王楚清 更为合适 说说您的看法 也感谢大家为国平点赞 下期见 下期见